請幫你 三分鐘 請把握時間 臺北市政府 在民國95年 對我們廣執周邊 有做過評估 然後說周邊的公共設施 服務水準不佳 可是到民國102年 他又說 道路服務水準 停車需求公共設施可 復合 不佳變成可復合 可是事實上環境沒有改變 只有車資增加了 像這樣的評估差很大 容積率從200億 調高到400 這幾 都發幾說調就調 這不叫濫權嗎 不然這叫什麼 規劃新建1500戶的公營處斬 事先沒有和里面溝通 也沒有和里展溝通 那1500戶是多少 那我用具體的東西告訴你 1500戶 我們林口街80巷 就是社府用地對面那個 我們是100戶 四層樓 那1500除100 是不是15 那也就是說 把15條巷子 蓋在一個大樓 然後放在社府用地裡面 15條巷子 大家想想看 你不要去想1500戶 你想15條巷子 那這樣好像是增加一個禮 對環境衝擊太大 市政府沒有提出任何的配套措施 包括救災 都沒有 那都市計劃變更 這樣的粗糙 急救章 沒有經過審慎完整的評估 委員們請你們聽聽看 我們是不是下一張 我們是不是應該反對 把這個容積率從210 調高到400 我們也反對 夾帶這個1500戶的公營住宅 下一張 新一路三段四段 大家都知道 這是事實 我沒有騙人 中校東路三段四段 路幅寬度都是40公尺 你們去數數看 最多都是蓋20幾層 福德街有一個新大樓 25公尺 他只能蓋13層 叫封一大樓 大家都知道 林口街80巷 只有8公尺 可是現在容積率從210 拉到400 他會怎樣 他的樓會長高 所以可能會30層 這樣的建築下來 下一張 都發局帶頭搶容積率 這點就叫爛權 蓋一大堆住宅 然後說 我是設服用地 我不是住宅 然後就規避這個建築設計施工篇 23條 40條的規範 那林口街80巷公域 就在廣石園區的北向 那將來這個建築物產生的陰影 會把這個公域全部團團籠葬 一年四季都看不到太陽 所以我們建築 下一張 我們建築說 下一張 我們建築說 下一張 在這個林口街80巷旁邊 規劃一個濾帶 做一個隔離 下一張 那這次變更這十一筆土地 剛才有官員說 這十一筆土地 是不需要還筆 可是它本來就是 BOT的時候不就是這樣 我有血壓膏 請你不要逼我 那應該是政府要停止 切割開發基地的磨斷來規避環品 這種行為太不應該了 政府帶頭違法 明明是6.5公頃 超過5公頃 怎麼不需要還筆呢 下一張 我馬上好 我馬上好 你不要給你們溝通嗎 你們講話都沒有超過3分鐘嗎 我已經講很快 你要逼死我啊 下一張 下一張 一年的二月十八號 鐵頭暴力的暴漲 廣字國外的記者 有任務 所以官員會 現在要記者婚約 都還沒有解除婚約 你現在又開始相親 標標 什麼東西嘛 應該從幾年 都已經幾年 現在在廣東園區 你們看多漂亮 多漂亮 有大樹 對不對 看都市紀錄 都市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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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恐怖了 這個案子 再跟居民溝通 而且 我請 你再十年後 二十五號 你帶著你的警察 來自這裁公園 你說 我幫助我 這個公園就是我保留下來了 我們都以委員 回澳 回榮 我們居民 反對把這個公園這樣亂拆 謝謝 對不起 謝謝 好